我們的學問傳統有一個 有一個很好的原則 他就成為 你做學問要統之有蹤 會之有緣 就是說你要有問題意識 就是你可以跟他對話 跟他辯證的一個資源 我們今天漢學的定義是很廣泛的 就是以中文來去表達各式各樣的想法 思想包括中國的思想跟中國以外的思想 但是作為一個哲學家 他是他要回應的一個問題 他這些的transition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他必須是一個livingtransition 一個一個活的一個傳統 儒家的精神是可以去講 但是他沒有巴黎 巴黎是什麼呢 巴黎就是在我們的風土 我們做學問 特別是做哲學思想的 最後跟我們自己的這個世界 是不能分開的 我們在我們學習的方法 在我們學習的方法 看我們學習的方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